欸Lag欸 靠 飛啊 龍柯不要動喔 幹 如果連一顆星都轉不出來了 我看我要退影江湖了 那如果自己技術好的人不用把自己搞得那麼緊繃喔 喔 龍柯 完全不給我迴避 牛腫 不是不給我迴避啦 我閃 方便剪片 施工喔 然後 不死龍柯 我現在示範的是迴避龍柯 欸 迴避龍柯 敵官就有出這種鬼東西 那個暗珠是故意不消的喔 因為我想看有沒有湊個五顆之類的 欸 你不湊五顆喔 看 欸 不用擔心五顆那個什麼消豬的問題喔 不用擔心 因為他天降很容易就消掉了 欸 前面的話 高級最難的地方 剛才那一關是不是 既然知道難的話我們就很簡單 綠多一點暗珠留下來 喔耶 喔耶 他給我消暗珠 7D1欸 林老師欸 出火 這隊最怕就是要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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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喔 其實我直接擺明的挑明的說啦 這關卡設計的運氣成分 很重 所以你要通關 基本上要運氣 我已經把我的 隊伍跟龍柯都擺上去了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應該OK吧 三消 因為我示範了 我來示範這樣OK應該是OK啦 然後這一關為了並沒有剛才問題發生喔 我決定全部不要消暗珠 大概只有打法有些時候是靠反應 因為你不消暗珠掉下來 整坨暗珠欸 那就很舒服了 你懂嗎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你還是要善用他隊伍的特性啦 好不好 一直就灌過去了 因為消一堆暗珠沒有用啦 留下一堆暗珠幹 不管他沒有消到你就賺到啦 OK喔 入境隱藏喔 對於這種無視隱藏的隊伍齁 你就很輕鬆的把它玩過去啦 好不好 有沒有 他好像跟隱藏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就是 就是 一直消就對了齁 如果看到我在轉覺得很輕鬆 千萬不要覺得這關卡很輕鬆 這關卡沒有那麼輕鬆 OK 這是關鍵齁 請要這時候 轉之前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你要記得你檯面上至少要有一組 到五組的柱子 因為下一關是死後轉 所以你至少要轉一COMBO 不然下一關裡面一COMBO都沒有 你熔科都不能用了 就這樣 不難嘛齁 看我打過你就不會難了啦 我這樣講比較快 我過了乾你還過不了怎麼可能 這時候我沒辦法看你們的訊息齁 我只能看我的竹子喔 抱歉喔 好 好 大概有兩 兩到三COMBO吧 好注意喔齁 欸LAG耶 靠 龍科不要動齁 幹如果連一顆星都轉不出來了 我看我要退你江湖了 那如果自己技術好的人 不用把自己搞得那麼緊繃啦齁 喔龍科 完全不給我迴避 你有種 不是不給我迴避啦 我閃 我閃 超級 嗚 凱旋謝謝你 因為你剛剛沒有破我的個 哈哈哈哈 啊 拜拜